嗨,大家好,我是木子阿姨 刚收拾完屋里屋外的卫生 奇葩工呢,也就刚刚走 小女儿练了一个中午的钢琴 又进她那屋去上晚课了 我呢,是咖啡也喝足了,水也喝足了 跟大家聊一聊我的烦心事啊 昨天晚上我就跟奇葩工说 物业的工资已经开了吧 你怎么还没拿回来呢 她就说,哎呀,这个月是不是得还点钱呢 这该那么多钱呢,不还呢,咋整呢 我就跟她说,你还还什么还呢 这个钢琴这个费用马上就要交了 截止到26号,那是6000块钱呢 你就是不还还不够呢,你还还什么还呢 然后她也就不高兴啊 也就没有说什么,我也没说什么 物业开支是20号开支,今天22号了 所以呢,今天上午我就给她发微信了 把12月份给孩子交钢琴的那个数据啊 那个那张票子,我就又拍了一下给她发过去了 我怕她忘记了,让她看一看啊 人家这个钢琴机构的收费标准是三个月 也就是一个季度一较 今天中午回来,脸拿的这么长 也不吱声啊,跑她那屋去躺着去了 我也不吱声,但我的心呢,还是很堵的 但是我能忍,我就用微信沟通的方式啊 来跟她交流这个孩子这个学习的费用的这个事啊 因为我特别了解其他工 我要是正面跟她交涉的话 她会大喊大叫的 平时说句话都是打上门 能把房盖掀开 何况是因为孩子这个费用钱的事啊 所以这关于钱的事儿 我都是通过这个微信的方式来跟她俩交流 她现在工资拿回来是3900块钱 其实呢,也就等于是拿回来3700块钱 那200块钱我在视频当中都有分享啊 是每年他们单位给发的这个取暖费钱 平均打在每个月的工资里了 也就是说今年就没有这个取暖费啊 一笔给就是打到这个工资卡上这个事儿了 其实奇葩公现在每个月的工资 也就是拿回来3700块钱 那么奇葩公他的退休工资 可能就是3700块钱吗 他这叫40多年的工龄啊 又是工员退休 不可能就这么3700块钱 我女儿的数学补课老师 就曾经问过我小女儿啊 说你爸爸是干什么呢 我小女儿就告诉她说 公务员问她退休开多少钱 她说开3000多 那数学老师就说 不可能啊,怎么能那么少啊 公务员最起码也能开有六七千块钱吧 然后这个事儿小女儿回来跟我说了 我就劝小女儿 我说老师也是瞎骨菜 咱们就不管这个事儿了 所以奇葩公退休的3700块钱呢 就是小女儿学钢琴的费用 也就算江打江的能够啊 再加上她还有一门声乐课 是一个月呢,上四节课 一节课是300块钱 那么我小女儿她还有英语和数学 这两门课 她的补课呢,也是一对一 一节课呢,是费用320 每个星期补一次 那就是说一个星期就这两课加一起 就是640 那算一算吧,我奇葩公退休工资3700块钱 再加上她打工的2000块钱 加一起呢,就是5700块钱 每个月5700块钱 她还要每个月找各种的理由 会抽出去个三头二百的 那么就剩下这些钱 一年是多少钱 那这些钱 就是我小女儿的钢琴费用 是那个声乐课 还有英语啊,数学的补课费用 现在还没给她上什么 月理试听链这个补课呢 还没算这个呢 还没开始上呢 昨天钢琴老师跟我说了 要让我小女儿赶紧去找老师学这个课 这个艺术生没有办法 她就是这样的 跟正常的走学习的那样的学生 她就是不一样 是很烧钱很烧钱的 所以我奇葩公王 她的退休工资 加上她就是现在打工这点钱 加在一起真的都不够啊 就是学习交这些费用的钱 那么我小女儿每个月在学校 伙食费钱呢 吃喝拉撒睡钱呢 再加上一些七七八八的 再加上我们这个家 什么水电物业费呀 还有什么取暖费呀 就是各项的开销啊 再加上我们的生活费 你们算算带多少钱 奇葩公的工资够不够 我给她发微信 我也告诉她了 我这点退休工资 当然是都搭里面了 还不够呢 所以我这一算 她也没有给我回微信 也没有吱声 今天中午回来 一句话也没说 刚才就走了 所以的所以 头写日子我过生日 奇葩公哈 又去给我什么 买烤鸭呀 又买蛋糕啊 又亲手给我戴什么生日帽啊 不用这样的 不要这些表面现象 你就实实在在的 知道你现在应尽的义务 是要把这个孩子 把他的学业给他完成了 给他工完 让这个孩子呢 能没有后顾自由 把这个学很顺利的念完 这就OK了 这我就非常感谢我的奇葩公了 因为因为 小女儿是我和奇葩公 两个人共同的孩子 我不能一赌气 离婚 房子还要给他分一部分 他呢拿着大部分的退休工资走人了 我还要照顾小女儿 这个费用呢还不够 如果要是按法律来判的话 是判不了多少抚养费的 所以所以我现在一切的人人 就是为了供女儿上学 让我奇葩公尽他自己应尽的义务 所以所以我真的不需要 我奇葩公对我如何如何的好啊 如何的关心我 我都不需要 就需要就需要 每个月能把这两千块钱 和他退休工资的三千七百块钱 到时候能透透快快的 马上的交给我 这就OK了 我什么都不图 我小女儿今天这么跟我说 妈妈你就不能管我爸要工资卡吗 你就说来把工资卡赶紧的给我 等孩子上了大学了 我就把你的工资卡还给你 我就一分钱都不要了 我就笑了 我说哈 你去赶紧该干你的事干你的事嘛 你就别管这些事的 你们认为我小女儿 她这么说的对吗 我想哈是肯定行不通的 因为我奇葩公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太了解她了 如果我按小女儿说的那样 管她要这个工资卡 说这些话的话 她不但不给我 还会耍幺蛾子 肯定会说 哎呀我又迷惑 我难受 我头晕 我什么定疼 什么这疼大疼的 我要去住院了 我要走了 我要去看病 还不给了呢 又拿着工资卡就走了 虽然奇葩公司 小女儿的爸爸 但是呢 我会比小女儿呢 更了解她爸爸 你们说对不对 奇葩公 她是一个公务员 她也不飙 她也不傻 孩子的这些费用 她心里没有数吗 那你说何必不到月 开工资就赶紧拿回来 就得了呗 干嘛非要让我 就是要啊 说呀 各种的说呀 其实你说 这不就是在磨难我吗 我不在乎 我就认了 我就跟她俩磨到底了 我看她今天晚上 能不能把这个物业的 这两千块钱拿回来 或者是她能给我拿回来多少 我今天晚上 我在继续的等待 你们同不同意 我这种死皮赖脸 软磨硬泡的打法